美玲拿着考卷 说 只要找到了无所不能的神仙鹏 我一定能在测验中轻松取得好成绩 晴晴说 我只希望神仙鹏能替我把所有的功课做完 静音明白自己的事 应该由自己去做 他低着头 用别人听不到的音量 小声地说 如果我不用做家务就好了 这时 朗朗忽然拿起原笔 挥动了一下又一下 然后说 神仙鹏哦 快让这些懒惰的同学清醒 面对现实吧 说完后 大家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